哇 寶寶好可愛喔 耶 飛高高 哇 臭小子 你也種太多了吧 哇 呃 呃不是啊 選我做還要一隻拉子 我是幹嘛啦 奇怪捏 黃醫師 黃醫師 起床溜 啊 你是誰啊 我是可以熟悉你夢境的 靈魂老師類似Siri的角色 但是愛於版權You know 所以你也可以叫我林老師 林老師 怎麼聽起來像在罵人啊 大家都這麼說 但是我不介意哟 欸 林老師 我剛才做了一個很不錯的夢耶 好想跟你分享 而且我要寫下來的名字 我忘記 黃醫師 你的夢境怎麼都是老外呀 哦 因為素材網只有老外的照片啊 哎呀 你真誠實 聽說醫生的字都很醜 看來不是都市傳說 少囉嗦 要看不看隨便你 好啦 不要跟我生氣氣嘛 欸 靈魂老師不要偷看我的內心啊 哦哦 不破所可是你的林老師呢 我自己小的時候 也就是後來長變成青少年的時候 我也有一段時間突然覺得說 欸 我的大腦好像開了 我好像變聰明了 然後我跟爸爸媽媽溝通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說 欸 我以前覺得什麼都知道的爸媽 原來也不見得什麼都知道耶 怎麼好像有點跟世界脫節了 那問題是 跟世界脫節的爸爸媽媽竟然常常要我 聽她的 哇 那個時候整個衝突 親子之間的這種關係 就常常為了這件事情吵架 內心裡面覺得 你明明沒有我聰明 但是我長大以後 我現在已經是爸爸媽媽了 而且我要告訴你 其實人的聰明 所謂的智力呢 其實並沒有一個標準的衡量方法 人的智力其實分為兩大類型 一個叫做流體智力 我們英文叫fluid intelligence 還有一種叫晶體智力 叫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 所謂的流體智力呢 就是說我們在年輕的時候 大概二十歲之前呢 我們的大腦就像水一樣 會吸收各式各樣的知識 我們的記憶力 運算能力 推理能力 在這個時間都非常的達到高峰 但在二十歲之後 這個流體智力就開始逐年的下滑 絕代智是剛才提到另外一個 叫晶體的智力 晶體的智力是來自後天的 這些生活經驗跟學習 就像這個晶體一樣 一個一個建立起來的 所以越老的人 他的晶體智力也會與日俱增 所以從我剛才的解釋 就是我要提醒一下 兩代之間常常覺得 你怎麼那麼笨 或你怎麼那麼傻 其實並不是誰笨或誰傻 是因為兩代之間 使用的智力是不同的 青少年用的流體智力 正在跟使用晶體智力的父母 討論事情 你們使用不同的邏輯 不同的語言 甚至使用不同的大腦區塊 所以互相都會看到對方的缺點 使用晶體智力的父母 他們看到事情面向常常是根據自己 過去這二三十年 四十年的生活經驗 所以他們跟青少年之間的溝通 看事情面向就不一樣 而青少年是來自網路上的東西 大量的資訊 經過他的大腦去做推理 去做運算 所以他會建構出一個新的邏輯 甚至這個邏輯只有他自己能夠了解的 只有你自己能夠了解的 那你可以想像這樣子去看事情的話 常常就會沒有辦法對焦 我常常用一個物理學的概念來比喻 這兩種不同的面向 就如果大家有學過光 大家所見的光 有些人可以用實驗證明它是粒子 有些人用實驗證明它是波 所以光到底是粒子還是波 你可以說兩邊都對 但是如果有一個物理學家說不對 只有我說的是對的 你是笨蛋你給我閉嘴 那麼就是這個物理學家的不是了 因為他並沒有辦法看到事實的全貌 他卻把對方來否認掉 沒有錯 所以父母跟孩子之間溝通之所以不良 是因為父母常常犯一個大忌 就是他覺得他看的才是事實的全貌 然後他叫你閉嘴 他叫你點點 這才是年輕人感到生氣的地方 不過我要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服你 父母雖然用這種他自己自我的方式來解讀事情 然後叫你閉嘴 但是這個出發點背後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太愛你了 因為他們愛你 所以他很希望你能夠照著他腦袋 這個晶體智力所建構出來的未來的那條路 他希望能夠帶著你走 這條安全的路 這條他覺得很有智慧的路 就好像你還年紀很小的時候 你的爸爸或你的媽媽是把你放在肩膀上 帶著你出去玩 他可以背你 他可以抱你 因為那時候你才10公斤啊 你才5公斤啊 所以父母可以背著你上山下海 他希望用他的力量帶領你走到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現在他覺得他還可以 但他們錯了 因為你長大了 你變重了 你變成50公斤了 你甚至變成60公斤了 這個父親他可能以為他還可以扛著你 但是他沒有力氣 他覺得他快要抓不住你了 他快跪下來了 他腳沒有力氣了 當你想想看這個畫面 他背著你 他沒力氣的時候 其實爸爸媽媽常常不甘心 他還會叫你 你不要亂動 你閉嘴 你不要動來動去 我還可以扛你 我可以 你要聽我的話 你走這條路我可以背著你走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 爸爸媽媽肩膀上那個孩子 你現在很大了 你可以怎麼做 其實我知道你想要下來 跟爸爸說我長大了 我可以自己走了 我有我自己想要走的路 我很尊重你 我可以跟你一起走 但是我們 可不可以不要再把我綁在身上 大部分的青少年在這個時候 都會選擇拳搭腳踢 放我下來 放我下來 我要自己走 你不要再抓著我 但是你想想看 就是跟北風太陽的故事是一樣 你要爸爸媽媽放你下來 自由闖蕩 用拳打腳踢的方式 一直扭動掙扎 他們只會把你抓得更緊 你不要動 你點點 不要講話 不要動 當你想要獨立自主的時候 然後先別急著拳打腳踢 先不要在爸爸媽媽的肩膀上面說 放我下來 其實你可以先冷靜 然後告訴他說 謝謝你 扛著我 走了十多年 謝謝你 背著我 看盡了好山好水 但現在 我長大了 我可以自己下來走 我感謝你們 對我過去的照顧 而未來 也許可以換我背著你走 我用比喻的方式來描述這一點 但其實你不用講成這個樣子 只是讓他們知道說 我了解你今天要我閉嘴 要我不要講話 是因為你擔心我 你關心我 你愛我 那我聽到了 我收到了 謝謝你 那接下來 我可以下來了嗎 希望我今天用這樣的比喻 讓大家知道說 當爸爸媽媽 跟你的溝通當中 你覺得他們好像 不了解這個時代的脈絡 並不是誰比較笨 誰比較聰明 是因為你們用不同的智力 在解讀這個事實上發生的事 而當父母叫你閉嘴 要你聽話的時候 是因為他希望在扛著你走 只是他其實也有一點力不從心了 如果我們今天能夠 藉由這兩個比喻 這兩個概念 來解決親子之間的關係 相信爸媽也會覺得說 你長大了 你以後是個獨立的個體了 也許我真的應該把你放下來 我們一起手牽著手 用愛心說誠實話 來一起互相彼此尊重地走 未來的道路 sleeve 匆匯 匆匆匆匆店 出發 和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